杨过瑜小龙女的故事一直都是大家心目中的经典 金庸的这部小说也是多次被翻拍 但是翻牌次数越多吐槽也就越来越多 最近彭丽娅版小龙女新鲜出炉 神雕侠侣里边的小龙女可以说让人一笑倾城 而小龙女的扮演者李若彤是最经典的一个 而陈妍希则被称为包子姑姑 可是这次彭丽娅扮演的小龙女 形象简直能用惨不忍睹来描述了 眼神黯淡无光 化妆师能用点性吗 脸上一点气色都没有 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美美的鸭鸭 化妆师能不能给鸭鸭打电粉 涂个口红呢 明明古装扮相很美很鲜的人 活生生给弄成史上最丑小龙女了 回顾一下历届小龙女扮演者 首先 83版的陈玉莲 第一个扮演小龙女的 形象气质都不错 84年电影版神雕侠侣 杨军军 这就有些扎心了 然后是95年李若彤版 最经典的小龙女形象 还有98年新加坡翻拍的神雕侠侣 范文芳 气质清纯俏皮 别有一番风味 这款黑色小龙女就无力吐槽了 98年台湾翻拍的吴倩莲版 06年神仙姐姐刘亦菲版小龙女 与李若彤不相上下 因为这部剧 刘亦菲也被称为神仙姐姐 可见角色塑造的有多成功 陈妍希的小龙包版小龙女 当时可是被群潮啊 陈妍希很漂亮 只是不适合这种造型 陈妍希版本的姑姑一直被大家吐槽 怎么会有这么胖的小龙女呢 总感觉是得罪了化妆师 丫丫明明是出了名古装扮相美的明星 结果毁在了小龙女身上 最后就是孔女神的小龙女形象了 萌萌达很可爱 大家最喜欢谁的小龙女呢